华晨宇坐酒前刚被拍到跟女生一同开车回家 一次恋情曝光成为娱乐圈热议焦点 两人一同回家过夜不说 包括严世小心翼翼 生怕被拍到 而那头黄毛却暴露了华晨宇 媒体还放出第二天两人一起约会的画面 再次实锤恋情 画面中两人不是牵手就是抱胳膊 亲密动作频繁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 狗粮吃到停不下来 随后华晨宇玩心大起走起独木桥 将最真实的自己释放 而女方则紧紧握住她的手 两人一起前行 像是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对方 这可不是普通朋友会有的举动 不管媒体如何爆料 也不管网友如何猜测跟质疑 当时人都打岔 愿由舆论发酵不做任何回应 可却难不倒福尔摩斯的网友们 证实的女方不是张碧晨 而是网红小演员王月一 被发出很多细节 华晨宇跟王月一的恋情风波还没过多久 华晨宇又出来秀恩爱 善意组自己金发造型照片 一如既往的优异单纯风格 一个人占据C位中心 侧脸眼神迷离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更像是在想什么人一般 而另一张照片里的华晨宇 手里则是拿着录像机 眼神盯着镜头 在拍照的模样 不知道镜头对面的那个人是谁 看着华晨宇一脸认真的样子 让人猜测万分 同时不管是从拍照风格还是角度 都跟王月一之前照片高度相似 被猜测是晒情侣照秀恩爱 让网友们议论不休 要知道作为公众人物 在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 毕竟弄不好就会让自己陷入舆论当中 给自己招来引火 作为明星都很注重这点 更何况王月一之前拍过类似的照片 华晨宇本来就跟其闹绯闻 自然会避讳很多 可他却公然拍风格角度的照片 像其了情侣照片 会被大家怀疑是秀恩爱 也在情侣之中 毕竟两人太像了 加上彼此之前的关系跟传闻 想让人不误会都难吧 此外 华晨宇从未婚生子后 大家都想让他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 让他跟张毕臣在一起 但他却只要孩子不接受妈妈 反而各种恋情不断 本尊却从没有承认过 不少人都纷纷认为他好扎 青春无害只不过是伪装的人设 私生活太过混乱 网友们对华晨宇也是议论纷纷 甚至喊话将其封杀 认为国家应该对这类人进行整顿 别被少年带来错误的三观 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封杀 还有的表示有他在 连龙牌都不看了 也有的吐槽未婚先用后还扎 都未婚当贴了还想泡 从评论中不能看出 从未婚生子后的华晨宇 在大众心中的口碑形象大人无存 带来了急患影响 确实很容易带坏少年 对此一直没有良好认错态度 反而各种花边新闻各黑料 也难怪大家怨气根不满 想要让其封杀 对于华晨宇来说 应该多看看大家对他的看法 这两年凭借单纯清纯的形象 一直立单身忍设 反而害了自己 每个成年人都有自由选择爱的权利 华晨宇追求爱情没有错 但别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将大家当傻子 这才是他翻车的根源 希望他能看到自身错误 不然也是作茧自负